车的配置越高,价格越贵,车的内饰越豪华 对于豪华车的内饰方面,除了一些木质材料需要全手工打造 另外就是需要必须是真皮座椅 真皮座椅似乎已经成了豪车的一个标配 但目前对于一些一般的车型,在高配上也会采用真皮座椅 一些车主对自己的车奋为爱惜,从里到外都要将车保护得严严实实 以免不小心让它受伤 比如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对车里的座椅加装做套 到底座椅要不要加装做套呢,很多人不知道 座椅加做套也是大有讲究的 现在的车安全性能日益提高 为了驾乘人员起到360度全方位无四角的保护 除了在一些固有的位置有安全气囊以外 在车座上也会有一个侧气囊的存在 目的就在于当车发生碰撞时 座椅侧方的气囊弹出来后 对驾乘人员的头部及上半身起到保护作用 不至于直接碰撞到坚硬的玻璃和车身上 避免形成二次伤害 但是目前大多座椅的座套不乏一些粗质烂造 没有在车上做过实验 也没有印证过是否将车座侧方的安全气囊口给遮挡上 于是这就给驾乘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还有一个原因 目前有些座套在加工制作过程中 会有大量的甲醛等有害物质 这些有害物质在车内这一封闭空间内挥发不出去 就将车内的空气质量给污染掉了 也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 真皮座椅耐磨耐用方便打理 压根也不需要如此小心谨慎的去护理 反而会因为护理不当造成一些后顾之忧 那又何必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